跨年警方巡邏時發現有輛機車行蹟可疑 不但車尾燈沒有輛 騎車還搖搖晃晃的 上前一查 果然有鬼 不但在一盒口香錠的鐵盒內 搜出了安非他命 而這名騎士還是一名前科累累的毒蟲 出獄之後不知悔改 賺來的錢馬上拿去買毒 這回是快到家門前被警方攔查 你辛苦有帶什麼危禁品嗎 沒有 辛苦嗎 對啊 都沒有啦 遇到遠景盤查 男子不敢直視前方 回話結結巴巴 堅稱自己身上沒有危禁品 車尾燈裡面有嗎 沒有啦 另外包包啦 打開我看看 沒問題啦 你不要緊張 聽到關鍵詞 男子緊張到發抖 打開車廂 現是反折裡面的隨身袋 借著右手拿出香菸 坐手把可疑物品藏在身後 東西 殺出來 這是什麼 有啊 這是什麼油啊 什麼 男子怪異行徑 遠景都看在眼裡 不斷追問之下 男子這才繳出東西 坦承鐵盒裡裝的是 安非他命 你先上口 你做飲料的 我都買了 那不是很貴的 23號晚上8點多 華聯縣副理箱中山路上 有遠景巡邏發現 這名男子騎車沒開車尾燈 還不斷左右搖晃 上前一查果然有鬼 當場搜出四包安非他命 和一組吸食器 上口逮捕 攀民自知 法碗難逃 坦承裡面裝了 安非他命 是小包 據了解這名攀姓男子 是前科累累的毒蟲 沒想到出獄後 又把在飲料店上班賺來的錢 都拿來買毒 這回就在家門口前被攔查 又要被移送 遞檢處偵辦 借程經驗 華聯採訪報導